大家好 今天是5月31号 最近一两天有两件大事大家比较关注 一件就是中英边境的冲突 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国发生的大规模的骚乱 第一件事情我的看法是中英必有一战 第一件事情对美国来说非常的稀孙平常 很快就会得到平息 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最近流露出一个视频 就是中国的一些士兵在边境线上比印度士兵殴打 中国士兵喊救命 其中一个受伤的中国士兵还被印度士兵给带走 这个视频显然是中国政府来释放出来 尤其在中国的卫星圈 你看现在这个视频到处在流放 他放的目的就是激起中国人的愤慨 看到中国士兵受欺负 中国受欺负 那么我们中国政府马上就要进行还击 我们有还击的理由 所以单单从这个视频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来看 中国政府就有可能采取还击的行动 他的这种做法在对越战争 以前对苏联进行征报道展翼的时候 都是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你看在边境上 我们的士兵都比人家殴打虐待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自危反击 那么我们看到印度这个事情呢 已经是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了 5月5号的时候 我们知道就在班公措 这个湖发生过一些拳脚相加 然后扔石头 除了这个洞腔之外 其他的肢体的冲突全都给运上了 当时我们还做过一个评论 我的身后呢就是这个班公措湖 这个湖呢 印度控制三分之一 中国控制三分之二 这个湖呢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这个湖边呢 经常发生这种边境的冲突 那随后呢 中国呢就派军队啊 将近5000名在这个边境线啊 进行了驻扎 那扎了100多个帐篷 那印度呢 他也派这个军队扎了60多个帐篷 不仅在这班公措湖 而且呢在西津在很多的地方呢 中英就发生了这个冲突 5月23号的时候 印度派他的总司令 到这一带呢进行了视察 而且印度内阁呢 也召开会议专门研究 中英边境的这个事情 他们的结论呢 就是军事上一定要强硬的对付 但是要争取外交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这个局势呢 进一步的激化 这个背后呢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角力 也是一个外交的角力 我的判断呢 中国呢肯定借这个事情呢 要跟印度呢 大胆一场 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 首先从这个政治方面来说呢 中国政府啊 现在为了转移全世界对他的疫情 还有香港问题上对他的指责呢 他肯定要策划另外一个热点 来转移热点 那么这个热点呢 就是跟印度干 跟印度干呢 实际上他觉得印度呢 也不是太强的一个对手 所以他可以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 可大可小 只要把热点能转移呢 他的目的就能达到 那政治上的第二点呢 就是从地缘政治来看 那中国的一带一路 就受到印度为首的印太战略的制衡 印太战略的背后的推手是美国 但领头羊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呢 他一直在堵中国的一带一路 中国想跟巴基斯坦 想跟尼泊尔 想跟斯里兰卡 想跟南亚的很多国家建立关系 那印度呢 一直在阻挠 一直在制衡 所以呢 中国政府呢 一定要为了推广他的一带一路 要教训 这个印太战略的领头羊 印度 那另外一方面 从政治上来说呢 最近中国政府说 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川普蓬佩奥 接连三的打习近平的矮光 他肯定要有一个出气的地方 那这个出气的地方呢 肯定不会跟美国直接打 他现在还没有实力 昨天那个航天飞船的发射 就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呢 熟大熟小非常的清楚啊 他怎么敢直接跟美国对抗呢 所以就打美国的小兄弟 借以出气 那就是打这个印度 所以这就是一些政治上的考虑 那从军事上来说呢 那印度呢 这几年也发展得非常的迅速 在这个中英边境呢 修了很多条公路 桥梁 扫索 还修了一个飞机场 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说 威胁比较大 所以呢 他要先下手围墙 把印度的这些军事据点呢 要给铲除掉 然后再掌握中英边界的主导权 所以呢 他一定要发动这样一个战争 我想呢 这个视频呢 流传一段时间的时候 中国就会展开他所谓的自卫还击 那印度方面呢 其实也是愿意打这个仗的 那我们以前也分析过 印度呢 一个就是本身呢 就是中国的宿敌 因为印度他收留这个 达拉玛这个政府 达兰萨兰呢 这个呢 中国呢 就对他非常的这个仇恨了 然后印度的宿敌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呢 跟中国政府有关系那么好 所以印度呢 向来就仇恨中国 这是旧恨 那么新仇呢 就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现在 印度呢 有18万人给确诊 5000多人呢 死亡 整个国家的经济呢 受到惨重的打击 最近呢 才不得不解分了 因为在这样下去 印度的经济就要崩溃了 所以这个仇恨是非常大的 我们也知道 印度的科学家是首先说 中国这个病毒呢 是人工合成的 而且里面加了艾滋病的 这是印度的那个学者提出来 当时混动事件 印度啊 也流传很广 印度的好多的这个 人权组织啊 律师协会 也是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天文数字的索赔啊 可见印度人在这个病毒问题上 对中国政府非常的痛恨 那肯定呢 那肯定呢 他也要找一个出气的地方 这是一些政治上的考虑 那么在军事上来说呢 中国政府这几年呢 在中英边境也干了很多的坏事 他已经建立了30多个机场 空军基地 那这个比印度来说呢 他的规模大多了 而且有30个师啊 就驻扎在中英边境了 他的公路啊 桥梁各方面 那比印度发达 在这种情况下呢 印度呢 肯定啊 把这个当作一个重中之重啊 扩大那边的兵力 扩大那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在这次冲突当中呢 他也可以借机来进行练兵 而且背后呢 有美国的撑腰啊 所以他通过这个事情呢 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啊 美国的印度胎战略 也不是一个嘴上说的虚架子 希望通过跟中国的对抗 能获得美国的大量的军事的支持 我们知道川普已经发推了 当然那个推特上他就说呢 他要调停中英之间的边境问题 但是中英之间一旦打起来的话呢 那不仅是一个调停的问题 还需要美国实际的帮助 所以呢 基于这些原因呢 印度也愿意打这个仗 所以我们看到 可能再过两三天呢 真的那边的这些肢体冲突啊 就会变成实枪实弹 然后呢 发展成一个小规模的战争 就像我上次的视频所讲的 会发生一个代理人战争呢 这种可能性呢 就会大增 第二件事 就是明尼苏达州发生的黑人呢 比警察制法 然后给弄死 然后引发的全国性的大规模骚乱 这个事情呢 中国的媒体极度的渲染 认为这个事情呢 会导致美国政府的解体 美国政权的解散 给颠覆他们的制度了 会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实际上完全不会 因为这样的事情呢 在美国很多 稀存平常 最后的结局呢 就是很快的就平息 像前几年在巴尼摩啊 发生的一个黑人的问题呢 也发生大规模的和平游行 后来转化为一个暴力的骚乱 但是很快呢 得到了平息 我后来去过那一带啊 发现就那一带的外码啊 还有一些小的超市啊 每个超市前面都有警察 我就奇怪 为什么这些商店前面都有警察 他说啊呀 这个公共的这些地方呢 必须要警察看着 不然的话呢 这个黑人呢 有可能发生打砸抢的事件 但是其他州呢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在一些黑人区区啊 他在保持这样的一种秩序 那这件事情呢 在美国来说呢 他只是一个个案 就是警察他执法过渡的问题 他根本不是体制的问题 所以呢 把这个个案解决好啊 那个警察呢 后来给抓起来 现在逼控啊 三级谋杀罪 那基本上这个事情呢 就得到了解决了 他根本不是这个制度啊 不像中国发生的事情 中国发生啊 警察打人 打死人 或者城管 打人这种事情呢 这个反映了中国专制制度 和老百姓之间的冲突 那么某些个案呢 就成为老百姓反对这个体制的一个导火索 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这些群体性事件都是这个样子 这些群体性事件呢 变成一个导火索 人们呢 越搞越大 如果政府呢 不控制的话 那共产党政权呢 就会成为人们最重要解决的一个目标 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 发生这件事 主要是你这个政治制度不合理 你这个政权呢 太邪恶 所以必须要推翻 所以中共呢 特别害怕这种群体性事件 特别害怕这种小的事情 把这个小的事情呢 都要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 但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情 跟中国的这些事情呢 性质完全的不同 它是一个个案 体制还是好的 美国的体制呢 民主体制 民选 政府啊 这个是没得说的 它不会因为个案 上升的 一个反对整个体制的一个问题 第二点 经过这次大瘟疫之后 美国人更加认识到 民选政府的强制 是有理由的 很多时候要遵守 民选政府的强制 首先这个政府 是大家投票通过的 民选的 所以它的那些秩序啊 它的规制啊 你必须要遵守 它的强制力 我们必须要认可 我们知道美国人呢 是天心喜欢自由 他甚至为了自由啊 牺牲生命都可以 就像大瘟疫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川普说 他要对整个纽约市 要戒严 那纽约州传怎么说的 他说你如果戒严 那就要发动内战 所以说 他宁可发动内战呢 也不顾这些纽约市的人呢 比整个瘟疫给感染 那后来的结果呢 你看 美国感染了多少人 死了十万多人呢 确诊几百万呢 这个就说明了 就是自由确实是过度 这种过度呢 是他们呢 太把政府的限制都视为一种恶 政府当然是一个恶的产物 但是明显的政府呢 他强制力 你必须遵守这种强制力 为你的生命的安全 为你真正发挥自由 创造了条件 那么这个黑人的这个事情呢 人们也会看到 如果呢 无限制的 对付这个川普 无限制的对付政府 那最后呢 造成的创伤还是人民自己 人们看到和平抗议 转化成这种大规模的 打杂响烧的时候 人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完全就改变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舆论一旦转向之后 那这个事情呢 很快就会得到平息 人们也看到这些 天天骂川普的那些 所谓的啊 川普是种族主义者 还有那些 特别强调结果平等 而不是机会平等的 那些左派社会主义者啊 他们的缺陷也是很严重的 我们说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平等 是一种机会的平等 结果的平等呢 只能是强求疑虑 最后造成贫穷的社会主义 但是呢 川普呢 是一个右派 所以呢 这些左派社会主义 强调结果平等的人呢 对他极力的 一个反对 这次呢 大型的骚乱呢 这个背后有很多的 左派社会主义在 煽动啊 但是他们煽动的结果呢 最后变成一个暴力骚乱 鱼路呢 现在已经可以 转向了 所以这个 所谓的大规模的骚乱呢 很快就会得到平息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对黑人的歧视 实际上我在美国待了十年呢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以前呢 肯定有对黑人的歧视 但是首先林肯呢 主导的南北战争就解决了奴隶制的问题 那个时候开始呢 黑人地位得到提升 后来马丁路德金啊 发起的民权运动呢 基本上解决了黑人呢 得到社会重重的一个问题 我呢 在这个密西西比州 做牧师做了四年 因为密西西比州是南北战争的一个核心地带 那个地方也是黑人呢 做奴隶的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那实际上这种种族的仇视呢 本来是最强烈的地方 但是我去之后 黑人和白人都非常好 很多的白人女的都是嫁给黑人 当然呢 黑人也有一些问题 他们呢 很多人呢 都是拿政府的福利 不工作 很多年轻人呢 成为主要的犯罪者 我有一次呢 在家门口呢 停了一辆车 就是三更半夜 他停了不走 我觉得非常奇怪 就给警察打电话 警察他给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车上坐的是白人还是黑人 你就想一想 就是他们呢 警察都是知道 如果是白人的话 那可能问题不太严重 那黑人的话呢 肯定是有严重 我说是黑人 那那个警察 大概就几分钟之内就赶到 然后叫那个车走开 那个车实际上是他们车坏了嘛 那个 但是他们在一个别人家的门口 那样停着长时间的时间也是不好的 那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去一个加油站的洗手间 我刚进去呢 就听见非常仓促的这个敲门的声 我非常生气 因为我还没开始呢 他就敲门 而且呢 一般人呢 都知道就发现那个洗手间呢 是锁着的的话 就说明里面有人 他不会再敲门的 哪有就是里面有人还在敲门呢 所以我打开门 一看是个黑人 我说你干嘛 他说他要用 我说我还没finish 我还没完成呢 你怎么这样搞 我说你要等着 你必须要等 他看我口气强硬 而且个头啊 比他大 所以那个黑人呢 就退缩了 然后我把门关上 等我完成之后 打开门 你看那个人不见了 你就说黑人呢 有些人呢 确实素质不高 但是呢 他们也是人嘛 他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 他们也是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华人有一个毛病呢 在美国的华人 一说黑人就是黑鬼 我在教会呢 纠正过好几次 我说上帝造人呢 都是平等的 绝对不要把黑人叫黑鬼 哎 后来他们就感觉到很惭愧 他们平时充满爱心 但是对黑人一张口就是黑鬼 所以其实在我说的密西西比那样的地方呢 这个黑白之间的冲突啊 几乎已经没有了 那其他地方呢 实际上这种种族的问题呢 极少数 一旦这种极少数事情发生的话 那就会比那些左派 社会主义者啊 还有那些比有运心的人吧 就把他这个事情呢 来挑大 实际上这个已经早就不成为一个问题 不成为一个主流了 那在这些疫情当中呢 中国政府为了转移目标 为了说这个美国非常糟糕 所以把这个事情渲染大 所以大家呢 对这个事情呢 也不要当成一回事 我本来不评论 但是看到这么多媒体啊 这么多人呢 在讲这个事情啊 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讲清这个事情的缘由 和对他未来的一个判断 那今天呢 我们评论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继续订阅 导盛传媒 再见 欢迎继续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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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继续订阅